男人在洗衣机里 发现了一颗女人的头颅 旁边还有一把钥匙 牌子上写着数字时 这个女人是一位知名女星 她的司机正开着车 突然发生车祸 撞到一个女人 女星想让司机逃走 丢下女人不管 可司机毫不犹豫地下了车 还拿走女星的手机求救 可是没有信号 见他们的车子爆胎 于是将人送到汽车旅馆 可旅馆的电话也打不通 原来信号塔被撞断 司机将女星拖出车子 出去寻找医生 途中遇到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妓女 早些时候 不小心将行李 撒在了马路上 丈夫的车 就是因为她的高跟隙 才爆了胎 于是丈夫下车修理 妻子下车帮丈夫打散 却不小心被司机的车撞倒 而妓女的车子 现在也被水淹了 便搭了司机的顺风车 可没想到妓也熄了火 这时身后又驶来一辆车 上面坐着一对情侣 但他们也没有手机 见无处可走 四人又回到了旅馆 司机来到夫妻所在的四号房 查看妻子的伤势 并翻找针线为妻子缝合 这时 一辆车缓缓开进旅馆 所有人都感到一股寒意 下车的是一位警察 说自己正在押送犯人 让老板提供一间房 司机向警察借用无线电 可无线电也失灵了 司机为妻子缝合好伤口 询问丈夫男孩的情况 男孩看向窗外 警察正在押送犯人 他将犯人拷在厕所 然后也来到四号房 见妻子的脉搏很稳定 伤口也缝合得很漂亮 便要离开 这时 司机说可以帮她盯着无线电 可警察表示自己可以摆平 出门后 发现妻女跪在自动贩卖机前 看她把零食当成晚饭 警察表示可以做些东西给她 可妻女觉得对方不怀好意 匆匆离开了 女星正在房里抱怨 突然听到手机有了反应 于是走到外面 四处寻找信号 可信号不一会儿便消失了 她感觉有人向自己逼近 司机从睡梦中惊醒 她走出门 看到女星的手链被扔在地上 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她来到洗衣房 听到洗衣机发出的响声不寻常 打开一看 里面静放着女星的头颅 这时 门外传出脚步声 一个人影缓缓向她靠近 女人打开门 突然看到镜子里有人要袭击自己 她赶紧锁上门 跳出窗户大声呼救 身后一个男人向她走来 原来是警察 她问女人 凶手是否还在屋子里 司机也闻声赶来 可等他们闯进去时 男人已经被人杀死 这已经是第二条人命 女星的尸体还没有找到 本因所在警察房间里的犯人也逃脱了 众人被困在旅馆中不知如何是好 镜头一转 法官和律师坐在屋子里 对一起凶杀案进行重审 原因是被告存在精神障碍 对自己的行为毫不知情 犯人逃出来以后 想远离旅馆 她看到远处有几栋房子 可当她到达那里时 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旅馆 转身遇到警察 司机也跑了进来 二人合力将犯人制服 绑在餐厅里 然后司机让妓女去照顾女友 留下老板一人看守 犯人看老板在翻找着什么 觉得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老板拿着球棍 向犯人走去 妓女回到房间 取了一些钱 转身被司机吓了一跳 原来她也当过一段时间警察 正在现场拍照取证 从两人的谈话中得知 司机因为没能阻止一场自杀 留下了心理阴影 从那时起便经常失去意识 所以请了长期病假 可话因为落 她便从男人的尸体中 取出了九号房门的钥匙 于是走到外面和警察会合 却看到旅馆老板抱着一个盒子 一个人在外面 等他们回到餐厅时 发现犯人已经被人用球棍杀害 并且在尸体旁 还发现了八号房的钥匙 而这正是老板的房间号 警察一口咬定老板是凶手 就在他辩解时 不小心将手中的盒子打翻 掉出一个钱包 司机捡起来一看 正是女星的钱包 难道是老板谋财害命 才杀死女星 就在这时 老板拿出刀子挟持了劲 撞到身后的冰箱 从里面掉出了一具陌生的尸体 一转头 司机已经逃出门去 他跑到车库 打算发动汽车逃走 不曾想 汽车飞快地驶向了南海 父亲冲上去想要推开他 却静止被汽车撞到了墙上 当场毙命 另一边 重审仍在继续 律师拿出了犯人的日记本 法官翻开一看 发现上面竟出现多种字迹 每一种都风格迥异 律师解释说 其实犯人具有多重人格 而这种疾病无药可医 只能通过不断整合 让人格逐渐统一 这时 警察推着轮椅将犯人送到 一场暴风雨 十一个人被困在旅馆 接二连三发生命案 可凶手仍未找到 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尸体静不见了 就连血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究竟是神秘诅咒 还是恶灵作祟 司机和警察将老板绑了起来 可发现老板也不是凶手 他解释说自己叫莱瑞 几天前在堵城输了个金光 身无分文的他来到这家旅馆 却发现真正的老板已经死了 于是便想到冒名抵替 收取客人的费用 虽然有些夸张 但听起来不像假话 可凶手只可能在他们中间 无奈之下 警察让所有人都待在房间 直到天亮 这时 妓女问起了大家此行的目的 警察说是在押送犯人 女人和男友则刚从堵城回家 司机正在送女明星去城里 妓女则打算金盆洗手 回老家种果树过安稳日子 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 来到这里纯属偶然 却惨遭杀害 突然 警察听到妻子的房间有声响 走过去一看 发现她一动不动躺在床上 已经死了 并在床底发现了六号房的钥匙 可要是是凶手留下的痕迹 而妻子的死属于意外 妓女又提出了一个疑问 为什么没有气好 他们走到外面 果然在丈夫的口袋里 找到了七号房的钥匙 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司机觉得旅馆有问题 决定让女友带着男孩离开 可他们刚上车 就发生了爆炸 女友和男孩都在爆炸中丧生 可等警察灭掉虎 却没有发现任何尸体 他们返回凶案现场 发现丈夫的尸体也不见了 死去的人全部消失 就连血迹也被抹得一干二几 发生的事情根本不符合常理 妓女慌了 对着空气大喊大叫 说着自己下周就满30岁 现在只想回家种橘子 老板听到后 表示自己生日也在下周 就在5月10日 巧的是 妓女的生日也是5月10日 而警察司机也一样 他们查看所有人的生日 居然全都在同一天 这样的事情真的有可能发生吗 就当司机疑惑不解释 房顶突然被雷击中 断了电 几人都跑出去查看 司机拿起身份证 却发现所有人的名字 都是地名 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发生在眼前 司机感到难以置信 突然 他听到有人在耳边说话 一时出现了闪回 下一瞬间 自己正坐在法官和律师面前 医师说他爽约 问他去了哪里 司机将旅馆中的事向他讲述 接着 医师拿出一张男人的照片 可司机并不认识 医师告诉他 这个男人曾在四年前 因残忍杀害了四个人 而被捕入狱 他身患多重人格 而自己正是其中一个 说完便递给他一面镜子 映照出的脸 正是照片中男人的脸 原来男人正在接受药物治疗 诸多人格被迫见面 而犯下多重谋杀的 正是其中一个邪恶人格 如果邪恶人格消失 男人就不会被处以死刑 这时 司机的意识再次开始恍惚 没等医师说完 司机又回到了旅馆 他感受着手中的勇 是如此真实 妓女跑到警车上 却发现无线电早就损坏 并发现警察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一名囚犯 还在后备箱发现了 真正警察的尸体 他想告诉其他人 却被警察发现 这时来瑞感到 将警察打晕 想拿掉他手中的枪 却被警察击毙 妓女逃了出去 撞见司机 他安抚好妓女 找到警察 不顾对方朝自己开枪 他走到警察的面前 将其射杀 但自己也重担 临终前 他对妓女说 一定要回到家乡 好好生活下去 他决定让妓女 成为唯一的人物 天亮了 妓女开着卡车 离开了旅馆 驶进了家乡的果园 法官也撤销了死刑 让男人住进疗养院 途中 妓女正在果树下松土 挖着挖着 却挖到一把钥匙 门牌号11号 他惊恐地回过头 身边站着那个男孩 手里拿着一把铁扒